一个死刑球在刑务所内提交了一份史无前例的补充报告 里面清晰地写着他曾参与的另外三起谋杀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起事件警方均未收到过任何报案信息 提交报告的死囚名叫厚藤良次 1958年7月24日出生于立木县宇都公市住赖亭 在家中排行老二 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父母经营着一家宠物店 厚藤学习成绩不好经常旷课 他从小叛逆还喜欢和社团的人打交道 初中毕业后厚藤就没有再读书了 他来到父母的乘物店帮忙 但没过多久 他就因盗窃被宇都公东署逮捕 那一年他才14岁 由于是未成年人 厚藤被送往千叶县的少年院学习了一年 1974年厚藤成为宇都公盗参会系社团的一名成员 加入社团以后 厚藤更加肆无忌惮 在他17岁的时候 再次因盗窃和破坏公共财物 被山形县警署逮捕 这次他被送往了中等少年院学习 在之后的几年里 厚藤又多次被捕 可以说少年院和少年刑务所成了他的半个家 1981年3月 这一年厚藤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他之前参加的社团 由于某些原因被迫解散 于是他来到了群马县的前桥市 并在这里再次加入了名为 道川会上周的小田祖 1982年4月 厚藤因敲诈勒索罪 被宇都公东署逮捕 由于态度积极 这一次他被判处缓刑 1987年7月 道川会在慈城县水户市成立峰会 厚藤由于在工会表现良好 于是变成了峰会的领导人 但好景不长 1994年11月 厚藤两次因违反兴奋剂管制法 枪支和火器管制法 被群马县警署逮捕 并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服刑于福岛刑务所 在这里他认识了育友 齐藤正二 1998年9月 厚藤两次被假释 出狱后的他又回到了宇都公 并在这里使用厚藤组的名义 从事销售二手汽车 但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生意惨淡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与一名风俗店的女子惠子相识 不久后由于入不敷出 厚藤被迫解散了厚藤组 并带着惠子从宇都公搬到了水户市 来到这里以后 厚藤穷困潦倒居无定所 此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窘迫的生活 这就是被他称之为老师的恩人 同时也是将他带入深渊的人 三尚敬雄 1949年出生于慈城县高秋市 高中毕业后三尚来到东京 并在新宿的一家印刷厂工作 之后不久他换了新工作 这次他来到银座的一家广告公司 从事销售工作 但这份工作也没有持续很久 很快三尚再次离职 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982年三尚成立了一家设备机械销售公司 但由于经营不善 公司在1988年3月破产 并欠下了7亿日元的债务 此时正值日本经济泡沫时期 三尚开始从事不动产生意 由于在正确的时间选对了行业 三尚的生活开始有了转变 但三尚的风评很差 一家住宅设备公司的社长告诉警方 三尚做生意的方式很没有诚信 他报价很低 但到了付款阶段他就会坐地起降 遇到好说话的客户就直接成交了 如果遇到强势的客户 他就会解释说是员工犯的错误 并将价格改回之前的低价 此外三尚还特别喜欢结交社团的人 他经常会以各种方式和当地社团老大建立亲密关系 甚至会免费为这些人翻新住宅 借助社团的势力 三尚的事业越做越大 手段也越来越恶劣 有时三尚会干涉拍卖财物的处置 有时会强迫租客住在即将被拍卖的住宅内 以此收取驱逐费用 所谓数大招风 很快三尚被当地的另一个社团盯上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三尚认识了后腾两次 虽然后腾穷困潦倒 但三尚得知后腾的社团背景后 不仅为他提供了免费的公寓局主 还让他驾驶自己的豪华汽车 并邀请后腾一起从事不动产事业 后腾也亲切地称三尚为老师 两人从这时开始变得形影不离 关系密切 不过后腾并不知道 三尚只是将他当作保镖 两人各取所需 相安无事 这样的关系大约持续了半年多 直到被一通电话打破 1999年11月7日 深夜2点30分左右 后腾接到了三尚的电话 在电话中 三尚惊慌失措地说 我杀人了 如果尸体被发现 我一定会被怀疑 死者是一个60岁的男子 对方欠三尚一些钱 但过了还款期限 还是没有及时还上 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 三尚失手 用领带将对方送走了 后腾挂断电话后 驱车来到案发地点 与三尚会合 经过讨论 后腾答应帮忙处理尸体 他将尸体运到之前和他有生意来往的建筑社长佐腾的工地里 工地位于石缸市 这里有一台大型的缝化炉 可以完美地将尸体处理干净 在熊熊大火中 尸体和建筑材料一起被化为了灰烬 此时的后腾和三尚虽然才认识了几个月 但后腾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他感恩三尚给予他的帮助 而且他自己也欠了三尚不少钱 所以才会出手相助 石缸烧雀事件并没有被警方发现 这件事让三尚深信 只要处理得当 就可以彻底掩盖杀人的真相 一个月后 他再次找到后腾伤一件大事 这一次是主动出击 目标是一个八十岁的白发老人 苍浪赌二 当时八十岁 在他名下有多处土地和其他资产 并且属于无人看管状态 因为苍浪孤身一人 并且已经失踪了二十多年 三尚告诉后腾 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老头 并让他从世界上彻底消失 我就有办法得到他的土地 而这些土地的价值接近一亿日元 后腾听后非常兴奋 1999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左右 后腾在水户市邪乐园的停车场内 看到了三尚和副驾驶上的苍浪赌二 车内还有一个三尚的熟人高桥一博 他是一个失败的商人 后腾将苍浪赌二从车内叫了下来 当他下车时后腾和高桥给了他一项 之后三人将老人用绳子绑了起来 并锁在了后备乡 随后汽车发动 高桥开着汽车 带着三人沿着公路驶向北磁城市 他们来到一处山上名下的土地 这里常年无人打理 杂草已经有半米多高 三人用铲子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堵 并将苍浪赌二扔了进去 做完这些后 高桥带着苍浪赌二的替身前往水户市一所 在这里他恢复了苍浪赌二的身份 并登记领取了保险卡和个人印章 有了这些 山上就能将苍浪赌二名下的土地全部收出 总计七千万日元 高桥从中拿走了两千万日元 后腾一千两百万 山上三千万 剩下的几百万 山上将他们给了帮助他出售土地的熟人 丽山玉案发时67岁 他与石冈市烧雀事件的建筑公司老板佐腾是故教 丽山玉在慈神县阿建廷经营着一家窗帘店 他的女婿丽山光明是佐腾的下属 由于经营不善 丽山玉处于破产边缘 社会欠款高达六千万日元 其中有四千万还是从佐腾那边借的 丽山玉是个酒鬼 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并因此多次住院 他的妻子女儿和女婿一直照顾着他 并承受着来自追债人的压力 丽山玉告诉家人 他为自己购买了保险 如果自己死了 家人可以使用他的保险金还清债务 另外由于丽山玉在借款时 在借款证明上明确的写着 如果到期不能偿还债务 他住的房子会被没收 因此不断有人上门讨债 家人都不堪其扰 渐渐的 他们开始期待着丽山玉早点死去 那样最起码可以恢复平静的生活 两千年七月初 佐腾找到丽山光明 并向他追讨四千万的欠款 丽山光明自然是没钱可还 于是佐腾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把丽山玉关起来 每天让他喝很多酒 直到他去世为止 在此期间 佐腾会一直为丽山玉支付保险费用 所以当丽山玉死后 他的全部保险金将归佐腾所有 而这一切都是三上的主意 丽山光明与家人协商以后 接受了佐腾的建议 七月中旬 丽山玉被佐腾带到了三上的办公室 并将他软禁了起来 在这里 丽山玉每天必须喝下大约四升白酒 由于长时间的大量饮酒 很快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丽山玉的身体变得十分肿胀 行动不变 甚至无法自己上厕所 丽山玉在这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八月二日 这天三上带着丽山玉来到银行 丽山玉分别从五家银行借款120万日元 当然这些钱都被三上拿走了 丽山玉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当天上午 丽山玉被三上从水户室 带到了日丽市三上的另一个私人住宅 晚上七点左右 几个人来到当地一家名为歌喷的料理店 在这里丽山玉被要求点了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这是他最后一餐 三上想让他吃饱好上路 于是丽山玉点了自己最爱吃的生鱼片 但吃到一半 丽山玉告诉三上他们 他想回家看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后腾听了非常生气 他直接将滚烫的味餐汤倒在了丽山玉的身上 并告诫他哪都别想去 随后几人回到了三上的住宅 丽山玉似乎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 他再次向三上和后腾祈求 能回家看看妻子 三上意外地答应了丽山玉的要求 他打电话告诉丽山玉的家人 他想回家了 你们打算怎么做 对方沉思片刻后 斩钉截铁地回答 请让他再多喝点酒 三上之所以打这通电话 是为了防止丽山玉的尸体被发现时 他的家人在警方那里会扮演受害者的身份 以此来要挟自己 电话挂断以后 丽山玉仍然在祈求 三上他们能放过他 但三上从卧室里拿出一瓶福特加 这瓶酒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烈的酒 一般普通的福特加都是经过蒸馏水淡化过的 酒精含量通常只有40%左右 而这瓶福特加的酒精含量高达95% 凌晨时分 三上将酒强行倒进了丽山玉的嘴里 凌晨两点左右 丽山玉失去了知觉 之后三上后腾和左腾将丽山玉抬到了浴缸里 并在浴缸装满冰水 以此掩盖丽山玉的真实死亡时间 8月13日下午4点左右 丽山玉的尸体被送到瓷城县西惠村的一条临间小路上 并让他自然地倒在路边 2000年8月15日清晨 丽山玉的尸体被护林工人发现 由于案发现场没有任何其他证据 警方已意外死亡定案 8月16日 丽山玉的家人确认了尸体 并在两天后将丽山玉的尸体火化 三上他们也顺利地得到了保险金 对于丽山玉保险金的分配 三上2000万日元 左腾4000万 后腾2500万 但后腾却没有机会花钱了 因为很快后腾就因另外两起杀害事件被警方追捕 2000年7月30日 也就是后腾在处理丽山玉保险金事件期间 他还杀害了之前在福岛行务所认识的育友 齐腾正二 当时33岁 齐腾正二曾是山口组社团的得力干将 初一后他来到了慈城县长路太田市 并在这里成立了一家直接机构 齐腾正二与后腾有经济上的来往 但两人却因为一些小事起了争执 后腾认为齐腾对他撒了谎 7月30日深夜 后腾带着他的跟班小弟小野四宣之 将齐腾正二锁在一辆客车上 之后两人用绳子和胶带将他绑住 并让他站在一座15米高的桥上 然后推进河里 几天后 齐腾正二的尸体在磁城县的大洗艇岸边被发现 警方从齐腾正二的手机记录内找到了后腾的踪迹 而此时的后腾依然没有停止犯罪 三周后也就是立山玉尸体被扔在路边的当天 后腾来到宇都宫 并在这里实施了另外一起犯罪 这次的受害者是小哭展史 小哭曾是后腾的跟班 但由于他对后腾对待齐腾正二的方式感到害怕 于是他选择逃离后腾 后腾知道后十分生气 他认为是小哭背叛了他 2000年8月20日晚上9点左右 后腾约小哭在宇都宫的一家游戏店见面 之后三人来到小哭的女友小林惠美在宇都宫的一所公寓 由于小哭没有带钥匙 于是他让女友送来钥匙 晚上10点50分左右四人进入公寓 进入公寓后后腾和小野使用随身鞋带的绳子将小哭两人绑了起来 并给他们注射了高浓度的药物 小林惠美当场中毒身亡 后腾为了毁灭证据 在现场倒了灯油并点火 随后逃离了现场 在两人逃离现场后 小哭自己解开了绳子 并扑灭了火 小信活了下来 并到警署报案 后腾也因此被警方追捕 事发后后腾和小野躲到了大西亭的一个民宿内 山上知道后腾被抓只是时间问题 一旦后腾被抓 那他之前参与的三起案件就一定会被发现 想到这里 山上带着100万日元和20克药物来找后腾 他告诉后腾 如果你对之前的三起案件保持沉默 除了之前答应你的2500万日元 我再额外支付你3000万日元 另外还会为你提供一名私人律师 事到如今后腾别无选择 他同意了山上的要求 不过他增加了一个条件 就是帮他照顾一个人 这人还没有成年 生活上需要帮助 山上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很快后腾两次在祁宇县松浮艇被警方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跟班小弟 小野四宣之 后腾在一审和二审中被裁判所判处死刑 如果后腾不上诉 那他的死刑将被确认 但此时的后腾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他遵守了对山上的承诺 并没有向警方告知那三起谋杀案 但山上却没有遵守他的承诺 首先是山上答应支付的3000万日元 并没有如期支付 而且山上也没有提供私人律师 后腾被捕后山上仅来探望过一次 此外 在狱中的后腾收到外界朋友的来信 后腾在信中得知 他之前要求山上帮忙照顾的人 已经不在人世 原因不明 这对后腾的打击是致命的 他无法原谅这个 他视为老师的山上进凶 2005年 后腾两次向辞城县警署 提交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告发信 他详细说明了自己还参与过的三起谋杀事件 并且指明主犯就是山上进凶 2006年12月 警方终于找到后腾所说的关键证人佐腾 但就在警方准备抓捕他时 意外发生了 2006年12月31日凌晨2点10分左右 佐腾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意外丧生 但警方找到了日历保险禁案的其他相关证据 2007年1月26日 山上进凶因涉嫌谋杀被捕 但由于石刚市烧雀事件和北茲城深埋事件 两起案件都没有找到受害者的尸体 案件无法立案 2007年7月5日 在三上进雄的审判来临之前 裁判所针对受害者丽山玉的三名家属进行了一次审判 判出丽山玉女婿丽山光明15年监禁 丽山玉妻子丽山沉江13年监禁 丽山玉的女儿丽山九妹子13年监禁 随后三人提出上诉 但很快上诉就被撤销了 2007年9月28日 最高裁判所裁判长再次驳回了后腾两次的上诉 理由是极其恶毒 没有任何可以减刑的情节 被告的罪恶十分严重 必须维持原判 判处后腾两次死刑 小野四宣之 被判处终身监禁 接着是关于三上进雄的审判 在第一次审判中 三上否认了全部罪行 他告诉裁判长 我不记得自己有把丽山先生软禁起来 我只是听从他家人的命令 帮忙照顾丽山先生 我也没有逼迫他喝酒 酒都是他自愿喝的 2009年1月29日 后腾两次作为污点证人 在二审中出庭作证 被告三上进雄被判处终身监禁 三上仍然坚持自己无罪 他告诉裁判长 如果我是罪魁祸首 我一定会让他变成一个完美的犯罪 并让罪行不被发现 此外 我不可能使用自己的房子 作为犯罪地点 由于此案较为特殊 裁判所于2009年2月26日举行了公判 裁判长认为 后腾两次打算将功补过 以此推迟死亡的时间 从这点上来看 证词是可信的 此外 受害者家属的证词和后腾一致 所以后腾的陈述可信度非常高 最终维持原判 判处三上进雄 终身监禁 三上再次提出上诉 但分别在2009年8月24日 和2010年3月13日被驳回 最终 三上进雄的终身监禁被确认 2009年4月13日 后腾两次因提交书面报告 揭发了三起谋杀案 并转作污点证人出庭作证 改判后腾两次 20年有期徒刑 此外 参与了北滋城深埋事件的 高桥一博 虽然没有获罪 但他却因在1992年7月23日 和自己的下属绑架并杀害两名医生 被判处死刑 2009年 身在东京居治所的后腾两次 在狱中画了一只龙中小鸟 并提字 我是一个囚犯 没有自由 没有梦想和明天的囚犯 该案件被影像化 片名凶恶 主演山田孝之 电影上映后 获得了电影寻报 十佳电影第三名 直到今天 三上进雄 仍被关押在山形刑务所 后腾两次 则被关押在东京居治所 这是一起充分行使沉默权的特殊案例 嫌疑人在审讯和庭审期间 除了我将保持沉默外 没有说过任何话 虽然警方凭借多达150份间接线索 勾勒出事件的完整经过 但是在没有找到凶器 以及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要对一个保持沉默的嫌疑人定罪 难度极高 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 冰明湖连续杀害事件 冰松市位于靖岗县西部 人口约79万 是日本面积第二大的市 仅次于齐富县的高山市 这里的乐器和摩托车最为有名 是林木 本田 亚马哈 和和 勒兰等知名品牌的诞生地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016年7月8日清晨 在冰松市北区西江艇的冰明湖畔 一个居民在晨跑时发现了一些残缺不全的人类尸块 经过分析比对 警方很快确定了受害者的身份 32岁的出庭幽人 无独有偶 一个多月后的8月31日 在出庭幽人尸体被发现的附近 又有居民发现了部分人类的骨头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69岁的须藤敦斯 短短的时间内 在相同的地方接连发生两起抛尸案 可以说是极不寻常 鉴于事件的严重性 靖岗县警署立刻成立了专案调查组 随着调查的深入 关于这两起案件的诸多线索 同时指向同一个嫌疑人 川崎龙弥 1979年出生于冰松市北区的一个橘子园 他是家中的长子 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祖母时常告诫川崎 将来要成为像卡门骑士那样的英雄 并要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为了不辜负祖母的期望 川崎从小就非常用功 成绩也一直很好 在川崎深入初中后 他还加入了学校的剑道俱乐部 并经常代表俱乐部参加比赛 川崎在邻居的眼中一直是个好孩子 他热情积极 彬彬有礼 还经常参加社区活动 帮社区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不过在初中以后 他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再也没有看到他参加过此类活动 川崎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 对计算机很熟悉 经常帮同学们解决电脑方面的问题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 川崎做事认真仔细 只要他感兴趣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极致 1996年川崎深入冰松市工业高校 不过在他高三那年 他就因为个人原因辍学了 就这样不满20岁的川崎开始步入社会 他在当地找了一份肥料会社的工作 但没过多久就辞职了 之后川崎在一家运输公司上班 这份工作他做了很久 直到2009年 川崎在工作中给公司制造了一些麻烦 这让公司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于是便辞去了运输公司的工作 川崎来到了新的公司 这一次他从事的是房地产工作 在这里他认识了公司的前辈 虚腾敦斯 当时62岁 虽然两人年龄和公司职位差别都很大 但他们都是摩托车爱好者 因此川崎和敦斯的关系很不错 2012年 川崎再次因个人原因辞去了房地产的工作 在他离职后一年 虚腾敦斯就退休了 退休后的敦斯在冰松市的一个公寓内 过着清闲的养老生活 因为老伴走得早 敦斯是一个人在公寓生活 这让川崎有了想法 2015年12月中旬 川崎开始搜索有关敦斯的材料 包括生活习惯 作息时间 以及他的财务信息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便开始了行动 2016年1月25日下午6点左右 川崎来到敦斯居住的公寓 并从他的邮箱内拿走了敦斯家的备用钥匙 然后复制了一把 并将原来的钥匙放回了邮箱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 川崎使用这把复制的钥匙 进入了敦斯家中 并在房间里将其杀害 做完这些后 川崎拿走了敦斯的个人印章 现金卡以及其他物品 并迅速逃离了现场 1月30日凌晨3点30分左右 川崎再次回到敦斯的公寓 这次他离开公寓时 带着一个有白色盖子的纸箱 早上10点 川崎用敦斯的地址 电话订购了一套榻榻米 并告诉商家 他会自己处理家中的榻榻米 送货时只需将新的榻榻米 放在门口即可 1月31日深夜12点左右 川崎从公寓将旧的榻榻米 搬了出来 从监控上看 隐约可以看到榻榻米上 有红色乌迹 随后川崎开始处理敦斯的财产 他先将敦斯名下汽车的所有权 转让给了自己 接着又通过伪造授权书 将公寓和两辆摩托车的所有人 改为他自己 2月中旬 川崎继续使用敦斯的名字 先是在银行开设了一个 未经授权的银行账户 接着从敦斯的账号上 转出454万日元 转入了新的账户 然后再从ATM机上 取了20万日元的现金 2月下旬 他又继续使用敦斯的名义 在三井住友银行 开设了一个账户 接着将敦斯的养老金账户 改成了这个账户 并从里面取走了 169,730日元的养老金 在此期间 川崎还处理了之前从公寓移出的敦斯的尸体 并丢弃在了兵民湖畔 直到3月27日 才有受害者的朋友报警说 虚腾敦斯失踪了 但警方没有找到敦斯失踪的任何线索 在杀害虚腾敦斯半年后 川崎再次犯案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他的朋友 初艇幽人 当时32岁 初艇幽人出生于北海道美贝市 他与川崎相识多年 不久前 幽人因为持有非法物品被捕 并在京都刑务所服刑 在此期间 川崎替幽人保管了他的私人物品 2016年7月 初艇幽人刑满释放 在出狱后不久 幽人便第一时间联系了川崎 想取回自己的物品 于是两人相约 7月3日在冰松站见面 2016年7月3日 幽人乘坐杰阿来到冰松站 与川崎见面 当天晚上 幽人跟随川崎来到盘田市 并在川崎的公寓内住了下来 两人许久未见面聊了很久 在聊天中 幽人提及刚出狱 手头不宽裕 希望川崎能还一下以前的借款 这让川崎起了杀心 每天都有更新社交状态习惯的幽人 在这一晚上停止了更新 第二天上午 东京当地更生保护组织的成员 打电话给幽人 接电话的是川崎 电话里对方询问幽人 是否已经适应了社会 他们可以帮助幽人寻找工作 川崎用幽人的口气回复到 他已经去了一家橘子园工作了 川崎所说的橘子园 其实就是他自己家 但之后在法庭上 川崎的父亲在出庭作证时说 从未在橘子园见过出庭幽人 其实此时的幽人早已不在人世 在杀害幽人后 川崎还在继续伪装幽人还活着的假象 在7月9日的时候 川崎用幽人的手机给自己发送了一条消息 今天下雨了 好吧 这也没办法 那改天再约吧 8月14日 川崎从之前敦斯的卡里取走了20万日元 以及之前转入新账户的454万日元 正是这一举动被警方发现 加上敦斯已经失踪多日 警方怀疑敦斯的失踪和川崎有关 随后静岗县警方以涉嫌盗窃罪 逮捕了川崎龙迷 在审讯过程中 川崎只说了一句话 我将保持沉默后 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但在拘留期间 川崎告诉育友 他杀了个叔叔 然后又杀害了一个朋友 他把叔叔和朋友的尸体 都扔在了冰冥湖附近 不过自己还是有些担心 如果警方出动警犬 尸体一定会被发现的 这些叙述也在后来的庭审中 被作为检方的重要证据 果然在8月31号上午 须藤敦斯的尸体被发现 川崎龙迷和这两起案件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嫌疑非常大 于是分别在9月22日和12月8日 川崎龙迷因涉嫌谋杀等多项罪名 被警方逮捕 由于川崎在审讯中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这让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就连最重要的凶器也始终没有找到 在日本 检方对没有把握的刑事案件 是不太愿意起诉的 因为一旦嫌疑人被判无罪 那将成为职业生涯的污点 但这一次例外 警方先后提供了150份间接证据 比如优人的手机在川崎的汽车里被发现 敦斯公寓附近的监控中 多次看到川崎龙迷出现 并且行为可疑 川崎多次转移敦斯卡里的资金 川崎家的轻型卡车和手推车上 有受害者的血迹等等 此外警方还根据一诱线索 推断出了详细的时间线 2016年1月25日 川崎复制了敦斯的公寓钥匙 1月29日 使用复制钥匙闯入敦斯公寓 并杀害了他 1月30日 用手推车将盖着白色盖子的纸箱 从公寓运走 1月31日 从公寓搬出沾油血迹的塔塔米 2月1日 将虚腾敦斯汽车的所有人改为自己 并以虚腾敦斯的名义 在银行开设了一个新的账户 2月5日 将虚腾敦斯公寓所有权 改为自己 2月8日 将虚腾敦斯摩托车的所有人改为自己 2月18日 用虚腾敦斯的名义 在三井住友开设了一个账户 3月26日 将虚腾敦斯的养老金改成了这个账户 并取走了169300日元 3月27日 虚腾敦斯的朋友提交失踪报告 6月 出狱后的初艇幽人提出与川崎见面 初艇幽人来到盘田市川崎的公寓 7月5日凌晨 初艇幽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最后一条动态 3点28分左右 盘田市川崎公寓附近看到了川崎的汽车 上午9点29分 监控记录下 川崎在搬运一个超级大的纸箱 10点左右 川崎驾驶一辆货车向冰明湖方向驶去 7月6日川崎接听了出艇幽人的电话 7月8日出艇幽人的尸块在冰明湖被发现 7月11日川崎提前终止了盘田市公寓的租赁合同 8月14日川崎因盗窃罪被捕 8月31日 须藤敦寺的部分遗骸在冰明湖边被发现 2018年1月16日 川崎龙迷的第一次庭审在静岗地方裁判所进行 在庭审中 当川崎龙迷被问及是否承认或否认起诉书时 他只说了几个字 我将保持沉默 并且他真的做到了 在庭审过程中 川崎龙迷一直保持沉默 无论检方律师和裁判长提出什么问题 川崎龙迷都不曾开口说过话 检方在陈述中指出 从川崎龙迷一开始收集 须藤敦寺的财务信息可以看出 他是有计划的在实施犯罪 目的就是为了夺取他人的财产 另外检方还指出 从须藤敦寺公寓附近的监控录像 也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过程 包括川崎龙迷复制须藤敦寺公寓的钥匙 到1月29日 川崎闯入公寓后 虚藤敦寺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之后几天 川崎龙迷多次出现在虚藤敦寺的公寓附近 他更换了带有污渍的塔塔米 还运走了一个带着白色盖子的纸箱 即使川崎龙迷保持沉默 他的谋杀罪行依然一目了然 2018年1月22日 在第四次庭审中 检方再次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 那就是在川崎父母家中的车上 发现了属于须藤敦寺的血迹 检方还宣读了一份来自川崎未婚妻的证词 在2016年4月 川崎告诉他的未婚妻 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将须藤敦寺的房子变成了自己的 川崎还说自己不能在这样的状态下与他结婚 1月26日 检方再次提供新的证据 这次是7月5日上午9点29分 川崎龙迷用盘田市的公寓地址 购买了三个超大的纸箱 而当时出庭幽人就住在公寓里 另外警方还在公寓里 发现了属于出庭幽人的血迹和骨头碎片 辩方律师则称 川崎和出庭幽人两人关系非常好 川崎龙迷是不可能杀害他的 而且谋杀出庭幽人对川崎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因此否认川崎龙迷犯罪的可能性 1月29日 第八次庭审中 检方提交了出庭幽人与川崎龙迷之间的通讯记录 并指出出庭幽人在服刑期间 曾委托川崎帮忙保管他的物品 这些物品可能成为动机 在这次庭审中 检方还指出了一条关键性线索 川崎龙迷在被拘留时 曾告诉御友他完美地杀死了第一个人 因为使用了一种中性洗涤剂 他可以擦掉所有的痕迹 但杀害第二个人时 由于非常匆忙 没有这么做 因此很有可能被发现 辩方律师指出 该名御友在京都刑务所内与川崎发生过矛盾 当时御警是偏向川崎的 这很有可能导致两人的关系恶化 所以该名御友的证词不足为信 此外出庭幽人的母亲 在作为证人出庭时 他询问一直保持沉默的川崎龙迷 为什么要在杀害幽人后 仍然可以保持沉默 这实在令人心寒 这也是懦弱的表现 他呼吁裁判长对川崎龙迷 判处最高刑罚 2月2日在第十次庭审中 裁判长宣读了川崎龙迷母亲的一封信 即使在成年后 川崎仍然关心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他依然记得祖母的告诫 梦想成为卡门骑士那样的英雄 川崎一定是被人利用了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2月6日 静岗地方裁判所直接宣布了判决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裁判长并没有在结案陈词中宣判 而是在一开始就直接宣布了审判结果 判处川崎龙迷死刑 原因是裁判长接受了检方的观点 以及相信150份间接证据的真实性 他指出除了川崎龙迷 存在第三方犯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理由如下 虚腾敦斯的尸体很有可能是在1月30日 被川崎龙迷用纸箱运走 2.用于搬运的手推车上有血迹 这和虚腾敦斯的血迹相符 3.1月31日带有血迹的榻榻米 被川崎从公寓移走 4.虚腾敦斯没有理由将大部分财产 转让给川崎龙迷 5.川崎龙迷同时拥有两名受害者的贵重私人物品 比如驾照、手机等 最终裁判长指出 此案虽然行凶方式不明 凶器尚未找到 但动机很明显是为了获得受害者的财产 谋杀是经过精心准备和计划的 具有狡猾和贪婪的特点 在出庭幽人事件中 受害者在公寓内睡觉 到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间隔很短 除了被告川崎龙迷以外 没有其他第三方进入过公寓 警方也确实在该公寓内发现了中性洗涤剂的痕迹 这和检方之前提供的证据相一致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夺走两条生命的刑事责任是极其严重的 两名受害者的遗憾是让人无法想象的 考虑到受害者家属的感受 他们对始终保持沉默的川崎龙迷 希望加以严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嫌疑人川崎龙迷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歉意和悔意 他无视生命的态度非常冷漠 可以看出川崎龙迷是冷血和残忍的 如果川崎龙迷不是罪魁祸首 就不可能有更合理的解释了 川崎龙迷的罪行恶劣程度极高 最高刑罚是不可避免的 辩方律师做出回应 他重生了自己的立场 那就是川崎不会认罪 随后川崎龙迷上诉 2019年3月15日 东京高等裁判所驳回了川崎龙迷的上诉请求 并维持原判 上诉被驳回后 川崎龙迷继续提出上诉 这次上诉会原定于2021年2月15日举行 但川崎龙迷在2月13日撤回了上诉 最终他的死刑被确认 在庭审中始终保持沉默的嫌疑人 川崎龙迷在庭审结束后被广泛关注 人们开始对这个冷血又神秘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地记者也对川崎龙迷进行了采访 当记者见到川崎龙迷本人时 感觉他与法庭上的嫌疑人判若两人 在居治所内的川崎十分健谈 完全看不出是个死刑囚 他告诉记者 我知道我的律师在为我做无罪辩护 但我自己非常清楚我有罪 对此我深信不疑 至于我为什么要保持沉默 原因很简单 这是我的权利 川崎对夺走两个人的生命 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感 他说如果我被判处监禁 我将反思我的行为 并努力改造自己 但如果我被判死刑后 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 我将通过死刑来承担我的罪行 当记者提及撤诉的原因时 川崎龙迷告诉记者 他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直到今天 川崎龙迷仍被关押在东京居治所 等待执行 这是一起害人听闻的事件 嫌疑人的作案手法相当凶残 受害者身手异处 涉案人数更是高达十余人 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 横冰之解杀害事件 2009年6月24日下午2点20分左右 在横冰市金泽区 信浦二丁目的一个锤吊码头上 一名锤吊者发现了一块 类似人类的尸块 于是便报了警 经过仔细的搜索 警方又找到了部分尸块 但没有找到受害者的头部 因此很难确认死者的身份 另外由于尸块长时间的在水中浸泡 法医只能推断出大致的死亡时间 在三到七天左右 很显然这是一起十分棘手的案件 因此横冰警署为此案成立了专案调查组 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第二天 警方在信浦二丁目附近搜索时 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次找到的是两颗男性尸体的头颅 以及尸体的其他一些部位 两名受害者的手腕是被塑料绳绑着的状态 而且有着明显的挣扎痕迹 随后发一对已有的尸块进行拼接后确认 两颗头颅中的一个正是属于昨天的那名受害者 不过另一名受害者的尸体则严重缺失 两天后山梨县警署传来消息 有人在富士山五合目的山林中 发现了部分人类的尸块 由于发现尸块的时间很相近 警方怀疑两起事件可能存在关联 果不其然 经法医鉴定分析后确认 在富士山五合目发现的残缺的尸块 正属于另一名受害者 令人震惊的是 两名受害者都是被锯齿状利器肢解的 确切的说是电锯 警方根据两人的指纹和牙医记录等线索 最终确认了两名受害者的身份 高仓顺一 遇害时36岁 是神奈川县大和市一家公司的职员 水本大府 遇害时28岁 是东京市田谷区一家雀庄的老板 两名受害者生前是熟人关系 并且两人最后一次露面都是在2009年6月18日 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警方通过对两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后发现 两名受害者社会关系复杂 生前曾涉及多起经济纠纷 并与社团和其他商业团体有纠葛 此外 水本大府在市典谷区所经营的雀庄的账目 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这间雀庄经常更换店长 店内的麻将生意和来往人员也十分可疑 虽然查到了线索不少 但关于两起凶案的直接线索却不多 令人意外的是 警方在侦破其他案件时 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2009年7月20日 在一起社团走私运输事件中 嫌疑人池田荣之被警方逮捕 在审讯过程中 池田多次改变口供 他情绪激动与无能次 竟然在一次审讯中告诉警方 他梦见了被他杀害的两个人 而池田所说的两人 正是高昌顺一和水本大府 池田荣之 1978年出生于宾库县 池田家境殷时 父亲是当地的一名银行家 母亲是家庭主妇 高中时 池田曾参加过甲子园 他的父亲和母亲也十分恩爱 是幸福家庭的典范 1983年 在池田五岁的时候 父亲由于工作调动 一家人从兵户县 搬到了神奈川县的横滨市 随后池田深入小学 在校期间的池田 学习非常用功 而且他也很聪明 经常会得到老师的表扬 深入初中后的池田 由于成绩优异 还担任了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但在池田高中毕业后 他就没有继续读大学了 而是在横滨当地的汽车工厂工作 不过在这里 池田也没有待多久 在他22岁时 池田认识了惠子 两人在认识不久后 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惠子生下了两个孩子 但孩子出生后不久 夫妻两人就由于感情不合而离婚 两个孩子有惠子抚养 池田每月需向惠子支付 十万日元的抚养费 离婚后的池田 来到横滨市的一家西货公司工作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池田和社团有了接触 2004年 池田加入了道川会 正式成为社团的一员 但在加入社团后一年 池田由于个人原因退出了道川会 不久后 他又成为了山口组的成员 池田加入社团以后 就进入了欺诈的帝王工作 但在这里工作一年以后 他又离开了 之后池田来到东京 并在一家习域中心工作 在这里他担任店长的职位 但池田每个月的收入 只有23万日元左右 这个收入实在不算高 当时日本男星的平均月收入 大约是36万日元左右 池田自然对自己的收入不太满意 不过他的工作能让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静腾钢郎就是其中之一 静腾钢郎 1983年12月12日 出生于齐玉县的尚福岗市 静腾从小就学习优异 他中学就读于尚福岗市立第三中学 高中就读于早稻田大学 本庄高等学院 高中毕业后 他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法学部 早稻田大学与庆应齐名 是日本首区一指的私立大学 本部位于东京都新宿区 这里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家 如索尼 卡西欧 三星 东芝 乐天 任天堂 松夏 三阳 优衣库等创始人 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坊间一直流传着一句名言 国立大学培养研究者 私立大学培养技术者 早庆培养企业家 静腾于2007年顺利毕业 但在2008年9月 静腾被取消学籍 具体原因不明 与池田相识的时候 静腾已经是当地有名的 京市集团的重要成员 并在集团内担任要职 这个京市集团是由欺诈之王 沪田雅述所创立 但沪田在2007年的时候 因诈骗被捕 并在2010年被判处20年监禁 虽然静腾比池田年轻五岁 但静腾为人处事十分老练 并且对事物看得很透彻 说话常常一针见血 加上静腾的身份 因此池田对静腾十分钦佩 没过多久 池田便辞去工作成了静腾的首相 由于池田有过期货公司的从业经验 静腾便经常让池田处理一些社团资金的工作 其数额相当巨大 常常动辄数亿日元 在静腾的一众小弟中 由于池田反应灵敏 做事认真 又很会看人脸色行事 很快池田就赢得了静腾的信任 不久后 池田就被安排在新宿的一家雀庄工作 该雀庄由静腾和石原龙衣经营 池田在这里担任店长的职位 但从2009年3月份开始 这家雀庄的管理权 就被士田谷区的水本大府 和大河市的高仓顺衣控制了 这也成了整起事件的导火索 失去雀庄后 静腾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这让他十分不远 为了找到解决办法 2009年3月底的一天 另外一名负责人石原龙衣 找到了熟人严谨龙虹寻求帮助 严谨告诉石原 你们的领地被占领后 就失去了一个经济来源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雀庄抢回来 并让现在的占有者消失 这么做可谓一举两得 既夺回了雀庄 又让以后想打雀庄主意的人 望而却步 这个主意很快就被石原采纳了 但严谨口中的这个好主意 其实并不是他的想法 而是出自滋贺县 东晋江市的失业者 南部宇宙 南部之所以提供这个想法给严谨 为的是让对方给自己安排一份 能轻松赚钱的工作 南部告诉严谨 他可以帮忙制定计划 并确保整个事件可以顺利执行 严谨将此事告知了石原 石原又向静腾反映了此事 静腾同意了他们的做法 2009年5月初 南部开始执行计划 他找来了三个当地的无业游民 公园植树 三田公治郎 以及一吹真雾 三人的任务是锁定目标人物 水本大府和高仓顺一 并了解两人的作息时间 经过半个多月的观察 静腾和石原最终确定了行动计划 并将夺取确装的计划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池田 池田也成为此次计划的总指挥 静腾告诉池田 动手后再安排一个靠得住的人处理尸体 其他人尽快脱身 不要留下任何证据 池田一口答应 他很快就找到了事后帮忙处理尸体的人 大井祥平 并答应事后给他一笔现金作为酬劳 随后池田召集了严谨龙虹 南部宇宙 公园植树 三田公之郎 一吹真武和大井祥平 着手准备执行计划 2009年6月18日晚上9点左右 南部、公园、三田和一吹四人开始行动 他们按照计划将东京都内的水本塞进了一辆车 然后开往千叶县船桥市的一家酒店 酒店是几个人事先准备好的 在水本到达这里以后 南部几人强制水本在这里住了下来 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 高仓也被带到了这里 6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 池田和石园相继来到酒店 从两人到来的这一刻起 水本和高仓的悲剧就开始了 池田吩咐南部等人将水本和高仓的手脚绑了起来 接着池田电话给静腾等待下一步指示 静腾告诉池田安排一个杀手除掉两人 但池田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想亲自动手 以此作为对静腾的投名状 希望能让静腾更加信任自己 挂断电话后 池田将高仓带到浴室 并将他塞在浴缸里 在这里池田用力气杀害了高仓 从意识出来以后 面目猙獰的池田告诉水本 让你同居的女友拿钱来赎你 不然你的下场和高仓一样 水本知道今天这一关怕是很难度了 他听从了池田的指示 电话给女友 并让女友带来了他的全部现金 1340万日元 并将现金放在酒店前台 但这些钱也并没有让池田手下留情 拿到钱后的池田 依然准备对水本下手 水本恳求池田 请不要让我去浴室 我害怕封闭的房间 此时池田从一旁拿出一把电锯 水本苦苦哀求池田 请不要用电锯 如果一定要用 那就先杀了我吧 但池田却认为水本是社团的人 一定很勇敢 所以他没有按照水本的要求去做 水本知道大难临头 恳求池田让他给家人打个电话 但池田没有理睬 还是将手中的电锯朝水本挥去 随后池田和其他同伙 一起肢解了两具尸体 期间他还对同伙说 他们俩看起来像羊娃娃 一切完成后 池田将两人的尸块 装入了几个垃圾袋 并放到了汽车后备箱里 然后拆人开车 将垃圾袋分别扔在了 横滨市金泽区的海里 以及富士山五河母附近的山林中 在事件发生的第五天 也就是2009年6月24日 一个垂吊者在横滨市金泽区的码头上 发现了尸块 也就是影片的开头 2009年7月30日 池田荣之向警方提交了一份认罪书 他承认了自己参与了横滨肢解案的全过程 2009年10月15日 池田荣之因遗弃尸体被逮捕 被捕后的池田认罪态度十分积极 他告诉警方他之所以这么做 一是为了从水本那里得到钱 二来是取得进藤的信任 以此得到社团的运输权 但直到被捕 池田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同年11月11日 池田再次因抢劫水本的1340万日元 和谋杀罪被捕 这起案件设计的嫌疑人众多 还牵出了许多社团经营的内幕 警方也因此顺利破坏了 福岛空港自1993年开放以来 最大的一次走私运输案 池田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后悔 并希望可以得到死者家属的原谅 随着池田的招供 其他多名涉案人员也相继被捕 但静腾却在抓捕前得到消息 并逃到了泰国 2009年12月15日 静腾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国际通缉名单 在本案审理之前 裁判所针对社团走私运输一案进行了审理 并在2010年10月14日宣判池田荣之有罪 主审裁判长指出 池田从社团运输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他作为关键人物并在团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0年11月1日 针对横冰肢解事件的一审在横冰裁判所进行 池田荣之承认了检方对他的指控 检方在庭审中指出 池田荣之因走私案而被捕 但他被捕后的自首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放弃了 他认为之前的强盗杀人最终会被发现 他的自首并不是真诚的 至于他的动机 是为了取得他的上司静腾刚郎的信任 并从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辩方则称 池田荣之如实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情况 并帮助警方了解案件的详情 而且在整个事件中他都属于下属地位 让他去做这一切的是嫌疑人 静腾刚郎 池田只是一个执行者 11月10日 检方强调了案件的恶劣程度 以及遗族的感受 在论证中检方再次指出 刑凶手法的残忍 杀害两人的后果是严重的 遗族的惩罚感受是强烈的 检方也强调了刑事审判在遏制犯罪方面的作用 便指出如果对他们从轻发落 就会向社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最后检方向裁判长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凶手都不被判死刑 今后我们还会不会有死刑 在结案陈词中 院方指出 嫌疑人现在的情况应该比案件的恶意更重要 他的自首有助于让警方了解案件的全貌 池田虽然有罪 但他正视了自己的罪行并进行了反思 他的态度在审判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罪犯还有人性 就不应该将他处死 2010年11月16日 在判决听证会上 横斌地方裁判所判处池田荣之死刑 主审裁判长指出 池田无视生命的恳求 用电锯作为凶器 这种谋杀的情形非常诡异 这是无法想象的 此外 池田也没有听从受害者的遗愿 给他家人打电话 这已经超出了无情的范畴 裁判长还指出 此案的起因是受害者与静腾之间 因为一家确装的管理问题 而发生了纠纷 为了解决问题 静腾指使池田杀害两名受害者 这就是动机 而池田为了得到静腾的信任 残忍地杀害了两名受害者 他的行为是自私的 充满恶意的 给受害者的家人 带来的震惊和悲痛是巨大的 最后 裁判长指出 考虑到凶手的残暴恶毒 以及有计划性和后果的严重性 除了最高刑罚 没有其他选择 判处池田荣之死刑 裁判长最后补充道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结论 如果池田不服 可以选择上诉 庭审结束以后 池田在宣判后的面谈中 曾告知他的辩护团队 他将放弃上诉 但没过多久 他还是选择了上诉 2011年6月9日 东京高等裁判所的9名裁判长 和一名补充裁判长 参加了横滨刑务所 对池田的询问 询问结束以后 东京高等裁判所 就驳回了池田的上诉 随后池田继续提出上诉 但于2011年6月16日 撤回了上诉 最终 池田荣之的死刑判决被确认 共犯南部宇宙 居住于滋贺县东建市 属于无业游民 2011年1月17日 南部宇宙被指控 抢劫和谋杀罪 在庭审中 南部否认了抢劫和过失杀人的指控 南部称他没有抢劫的意图 诸审裁判指出 南部和池田相比 他的确处于更低的位置 最终南部宇宙被 横滨地方裁判所判处12年监禁 严谨龙宏 在本案中担任顾问的角色 2010年5月27日 横滨地方裁判所 判处严谨龙宏三年监禁 此外严谨龙宏还参与了另一起案件 2011年9月6日 严谨龙宏在扎谎地方裁判所 因社团走私被判处15年监禁和700万日元的罚款 石原龙一 吴业 家住东京都港区西麻部 2010年3月11日 石原龙一被指控犯有监禁和遗弃尸体罪 被横滨地方裁判所判处2年10个月的监禁 该刑期最终得到确认 大景祥平 钢金工人 居住在东京都足利区 2010年3月5日 大景祥平被横滨地方裁判所 以遗弃尸体罪判处2年监禁 公元直述 三田公智郎一吹真悟 他们的判决结果是 因遗弃尸体罪被判处3年监禁 缓期5年执行 直到现在 池田的死刑还没有被执行 狱中的池田在接受采访时 表现得十分平静 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 池田的狱友告诉媒体 池田入狱后给人的感觉十分随和 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残忍 另外感觉他把一切都看得非常透彻 在他身上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直到今天 池田荣之仍被关押在东京居治所 等待执行死刑 而静腾钢狼目前属于国际通缉犯 仍然在逃 这起事件十分特殊 嫌疑人早早认罪 但其犯罪动机却成了热议的话题 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 长野一家杀害事件 2010年4月8日 长野县长野市的若公警署接到报案 报案人说 他家附近的一个闲置仓库 最近一直传出难闻的味道 两天后 长野县警方对仓库进行了搜查 并在仓库里的一辆废弃车辆里 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死者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是37岁的功臣后法 死因是头部受到重创 从尸体状况来看 受害者遇害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长野县警方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小组 并将此案作为谋杀和抛尸案进行调查 警方首先调查了尸体的发现地仓库 并发现该仓库的租户金文夫 正是最近在调查的一起失踪案的失踪者 而失踪的不只是金文夫一人 他的儿子金良亮和儿媳南建有妓子 也同时失去了联系 因此金文夫一家本该成为嫌疑人 但事情并非如此 2010年4月14日凌晨 警方在爱知县西韦市南澳田亭的一个材料厂里 发现了失踪了半个月的金文夫一家的尸体 金文夫在当地小有名气 他开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 警方在对公司员工进行排查时 进展十分顺利 其员工伊藤和史很快便认罪了 于是在2010年4月15日 警方逮捕了伊藤和史 松原志号 池田勋和翟田秀树 四名嫌疑人 逮捕的四人中 三人的身份均为金文夫的公司员工 而且三人还与金文夫一家住在一起 伊藤和史 1979年2月16日出生于大阪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之后母亲改嫁 伊藤便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 继父脾气暴躁还酗酒 并且经常不给母亲生活费 母亲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并没有收入 母子两人虽然在自己家 却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伊藤成绩一般 但在中学时 他对乐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加入了学校的吹奏乐队 不过伊藤在初三的时候被迫辍学 辍学后的伊藤开始步入社会 他先是在一家印度料理店工作 在这里伊藤有很多机会和外国人打交道 因此他的英文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之后他做过厨师 垃圾收集员和店员等工作 2001年的时候 也就是伊藤22岁时 他认识了伊芝 两人一见钟情 没过多久便结婚了 结婚后伊藤便带着妻子搬离了母亲家 不久后夫妻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 伊藤对足球和台球很感兴趣 他还经常带着妻子去听爵士乐和古典乐 有时还会给妻子一些小惊喜 比如赠送鲜花和礼物等 在周围邻居的眼里 两口子老实和善 待人也千功有礼 但夫妻两人本该美好的生活 却被一件事情打破 2005年6月下旬的一天 伊藤在他工作的用品店里和客户发生了争执 而此人正是仓库的受害者 工程浩法 他是冲神县普天市的前社会成员 为人嚣张跋扈 在发生争执以后 伊藤被工程的手下狠狠教训了一顿 他们还拿走了伊藤住所的钥匙 从此时开始 伊藤便失去了自由 工程以伊藤的妻儿作为要挟 伊藤只能对工程言听计从 除此以外 伊藤还被迫收养了一个孩子 按照工程的意思 伊藤还改变了自己的姓氏 这样方便他从信贷公司借款 2006年1月 伊藤由于工程的关系 第一次见到了金文夫和他的长子金良亮 金良亮是工程在社团时结识的兄弟 两人的关系相当不错 而金良亮的父亲金文夫 则是长野当地社团的头目 为了和金文夫搞好关系 工程向两人推荐了十分听话的伊藤 并告诉金文夫父子 伊藤十分顺从 因为他控制着伊藤的妻儿 所以以后社团有什么业务 可以放心地交给伊藤完成 金文夫在长野市经营着一家 名为东方集团的公司 实则是一家讨债公司 专门接管一些难以追讨的坏账 如果欠债人无力偿还 可以在他公司工作来偿还债务 金文夫是公司社长 儿子金良亮在公司担任专务 2006年8月 伊藤从大阪来到长野 成为东方集团的员工 为了方便看管伊藤 金文夫父子让伊藤住进了自己的家中 在这里伊藤从早到晚都有事做 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假期 收入却低得可怜 2007年 工程为了金良亮入狱服刑 金良亮承诺给工程一笔费用 但工程还想从金良亮那里得到更多 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金良亮开始抱怨 并告诉身边的人 他要和工程断绝关系 或者解决对方 2008年7月20日 工程刑满释放 当天出狱时 金良亮带着伊藤等人来到刑务所 为工程接封 但两人见面不久后 就在车内发生了争执 在喷的一声后 工程没了呼吸 站在车外的伊藤目睹了整个过程 而且这里的不远处就是兵库县尼奇警署 随后金良亮和伊藤 将工程的尸体连同车辆 一起放在长野市 若供一个租来的仓库里 事后伊藤对金良亮十分畏惧 他渴望离开这里 金良亮仿佛一眼看穿了伊藤的想法 他告诫伊藤 如果你不想和工程一样 那就乖乖听话 值得一提的是 在金文夫的公司里 还有几个人情况和伊藤相似 松原志号就是其中一个 松原是从2004年开始住到金文夫家中的 他比伊藤要早几年 松原志号绩效毕业 曾经做过水管工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2000年 松原决定自己创业 于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 并且向一家金融机构借了款 但经营公司远比想象的要难 就在公司艰难发展时 他的合伙人却瞒着松原向金文夫公司借了一笔款 并且带着这笔钱人间蒸发了 松原莫名其妙地背了一身债 为了还清金文夫的债务 松原不得不将本来用于偿还金融机构的钱 先还给了金文夫 但是树木远远不够 因此和伊藤一样成了金文夫的长工 在这里他们24小时被监视着 没有任何自由 渐渐地两人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 在此期间伊藤也曾想过逃跑 但他害怕自己逃跑后妻儿会受到伤害 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 伊藤思前想后 他得出结论 如果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 唯一的方式就是让金文夫和他的儿子消失 但这谈何容易 伊藤迟迟下不了决心 但最终让他下决心的是因为一件事 2010年1月15日 这天伊藤和金文夫父子在一起就餐时 金文夫告诉伊藤 他决定邀请伊藤在大阪的妻子和孩子 到长野的一家风俗店工作 这是伊藤最后的底线 伊藤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他当场表现出极力反对 但似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金文夫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 在那一刻 他想让金文夫父子消失的想法越加强烈 伊藤向松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而松原也早就受够了现在的生活 两人不谋而合 1月20日 松原还找来了有着相同经历和想法的池田勋 三人决定一起行动 此外三人还找了与东方集团有过节的经销商 摘田秀树 并承诺秀树只需要运送尸体 事后还将支付给他100万日元作为酬劳 摘田秀树同意了 2010年3月24日 伊藤三人终于等到了机会 当天晚上伊藤将安眠药放进了父子两人的食物中 准备第二天早上下手 由于担心事情会败露 伊藤他们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将金良良的妻子一起除掉 早上八点左右 金良良的妻子 南建有妻子 见丈夫迟迟没有起床 有些疑惑 她来到丈夫的卧室 在经过二楼时 埋伏在这里的伊藤几人 使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 从有妻子的背后勒住了她的脖子 直到她没了呼吸 之后用相同的手法将父子两人杀害 做完这些后 池田勋拿走了二楼保险箱里的281万现金 以及金文夫卧室内的135万现金 随后摘藤秀树将三具尸体运往长野市的仓库内 事后伊藤觉得这样不妥 尸体很可能会被发现 于是在25日上午 伊藤和松原使用货车 将金文夫一家的尸体转运到了艾滋县西围市的一个材料厂 并将三具尸体放在事先挖好的坑里 然后再用泥土将其覆盖并压尸 在金文夫一家失踪两天后 也就是3月26日 她的一个亲戚向警方提交了失踪人口报告 随后 上野县警方在金文夫家附近展开调查 金文夫的公司成员 包括伊藤和松原接受了警方的问话 4月8日 伊藤告诉警方 公司管理下的一个仓库可能和失踪有关 也是在同一天 这个仓库被周围居民举报存在着异味 接着就发生了影片开头的一幕 在审讯过程中 当警方问及 金文夫一家失踪的3月24号到25号 伊藤在哪时 伊藤提供了几个虚假的不在场证明 但都很快被推翻了 因此 她的心理防线被击溃 她情绪激动地告诉警方 我会说出真相 不过在此之前 请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平复一下 之后 伊藤原原本本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是她和松原 池田和斋田四人 一起杀害了金文夫 金良亮以及她的妻子 南建有妓子 并且将金文夫一家三口的藏尸地址 告诉了警方 另外伊藤还告诉警方 杀害功臣的凶手是金良亮 2010年4月15日 伊藤、松原、池田和斋田 因涉嫌抛弃尸体被警方逮捕 同年5月6日 四人再次因涉嫌抢劫和谋杀被逮捕 2011年12月7日 初审在长野地方裁判所进行 在庭审中 伊藤和施承认了起诉书中的大部分指控 却否认了其中的一项 他说自己并不是为了拿现金而杀害受害者 至于为什么会拿走416万日元的现金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需要向运送尸体的摘田秀术支付100万日元 他并不知道松原几人还拿了其他现金 事先也没有和其他人密谋过抢劫 检方在陈述中指出 当伊藤和施在受害者金文夫家中生活和工作时 他对工作时长和没有假期感到不满 并开始希望金文夫和他的儿子金良亮能够消失 这是他的动机 另外伊藤等人在事发前讨论了谋杀和抢劫金文夫夫子的问题 而金文夫夫子的行为并没有威胁到伊藤的生命 他并没有失去行动自由 综上所述 伊藤和施并没有处于 必须杀死受害者一家才能活下去的极端状况 他本可以阻止自己的犯罪行为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辩方律师则解释到 伊藤和施在前社团成员工程好法被杀的现场 帮助金良亮处理并搬运工程的尸体后 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 因为金良亮曾对伊藤说 是否想和工程一样 所以伊藤别无选择 他必须杀死金良亮父子 才可以彻底改变现状 所以抢劫和谋杀并不成立 因为伊藤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金钱 在之后的庭审中 检方和辩方在是否抢劫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12月12日庭审继续 松原志昊作为证人出现在庭审中 他告诉裁判长 他和伊藤几人事先已经计划了现金的分配 并讨论过如何分掉在金文夫和金亮亮家中拿到的现金 辩方律师询问松原是否想拿走现金 才会杀死金文夫三人士 松原否认了 他说自己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钱 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和金文夫父子彻底断绝关系 12月15日伊藤在庭审中否认了关于分配现金的谈话 他告诉裁判长 当时的自己无法做出任何努力来逃避金文夫父子两 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逃跑 逃离这束缚自由的力量 裁判长询问伊藤 那是否可以避免杀害金亮亮的妻子 南建有妓子 伊藤解释说 当时没有时间考虑这个 因为一旦南建有妓子发现了他们 那一切都完了 12月20日 在第五次庭审中 检方认为被告抢劫和杀人罪名成立 原因是松原的话是可信的 因为他在被捕后认罪态度积极 告诉了警方很多不利于他自己的事情 其中就有如何分割所拿信心的问题 检方强烈谴责了这种谋杀方式 他说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连杀三人都是无情的 残忍的 检方还指出 凶手的动机过于自私 将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置于人命之上 而伊藤则是这一系列罪案的幕后策划者 最高刑罚是不可避免的 伊藤何时应该被判处死刑 辩方重申了自己的想法 并指出 这些谋杀案并不是为了现金而进行的 并否认了抢劫的目的 伊藤被金家父子不合理的束缚住了 想要摆脱束缚的意愿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判处伊藤死刑 这是不合理的 在这次庭审的最后 伊藤含泪告诉裁判长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钱 我只想恢复自由 回到我家人的身边 说完这些话 他向裁判长和旁听席的观众深深的鞠躬 2011年12月27日 长野县地方裁判所判处伊藤何时死刑 裁判长指出 伊藤何时等三人犯有抢劫和谋杀罪 理由是他和他的同伴事先讨论了现金的分配问题 事后伊藤何时也从中获得了一部分现金 此外伊藤策划了这场犯罪 并带头杀害了受害者一家三口 其后果是严重的 犯罪是极其残酷和无情的 伊藤何时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 2013年5月14日 上诉会在东京高等裁判所进行 辩方律师在庭审中指出 伊藤何时杀死金家一家三口 并不是为了金钱 而是为了逃避金家父子的威胁 一审中对伊藤适用抢劫杀人罪的指控是不恰当的 因为犯罪的性质和贪婪罪不同 贪婪罪是抢劫杀人罪的原意 而伊藤并非如此 所以死刑在量刑上是不公平的 在二审中辩方还提出了新的证据 那就是伊藤在审讯中主动承认了另一起案件 并要求对伊藤进行减刑 但检方则认为这份证词并不成立 即使成立也不能作为减刑的理由 检方要求驳回上诉 裁判长在判决书中指出 即使犯罪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取走现金 但事实上也构成了抢劫杀人罪 原判的判决是合理的 另外裁判长还指出 他相信伊藤的行动自由的确受到了金家父子的限制 甚至强迫伊藤无偿工作 但他应该用避免杀人以外的方式逃离 此外伊藤定制了具体的犯罪计划 并获得了安眠药和绳子 所以他是团伙作案的头目 夺走三人的生命并抢走大量现金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所以伊藤核实的死刑不可避免 2014年 狱中的伊藤在最终审判来临之前画了一幅画 并在画中写道 当我闭上双眼 一个黑暗的世界就会展开 突然间我心中的画板就出现了 我思想的画笔开始描绘 记忆中的那个人正握着我的手 我要带着你去哪里 你想去哪里 我可以就这样带着你走吗 另一个我在哭泣 天使的孩子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活着回来 我想回到我妻子和孩子的身边 2016年3月29日 最终庭审在东京最高裁判所进行 辩方律师继续主张伊藤应该避免死刑 理由是伊藤被逼到了绝境 检方指出 伊藤想要摆脱金家父子的控制 但最终结果却是让事情变得更糟 伊藤是整起案件的发起人 所以最高刑法不可避免 裁判长在最终的判决书中说道 有一些情况应该被考虑在内 伊藤多年来一直受到金家父子的控制 但他并没有尝试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 他最终的决定是轻松和短视的 伊藤在本案中是发起者也是领导者 包括带头准备和亲自杀害受害者 他要承担极大的刑事责任 即使他已经表现出悔意 但死刑仍然不可避免 最终伊藤和史和松原志号被判处死刑 池田勋被判处无期徒刑 翟田秀树被判处18年监禁 另外警方还抓捕了当时参与一弃攻城尸体的原田一镇 他于2010年9月16日 被长野地方裁判所判处两年监禁 原田没有上诉 最终原田一镇被执行了两年监禁 在伊藤和史被判处死刑后 该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很多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 其中一位记者和伊藤和史见面时发现 他本人比想象中的要年轻很多 看着也不像是杀人犯 伊藤十分友好 他告诉记者 现在想来当时应该还有其他办法 但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那样做 伊藤还告诉记者 他感到万分羞愧 现在他每天都在为受害者送金 同时他还绘制了明信片 创作的动力是 他希望尽可能以不同形式 留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直到今天 伊藤和史 松原浩志 仍被关押在东京居治所 等待执行死刑 今天要讲述的案件有些特别 无论是案发经过还是侦破过程 都堪比悬疑电影 一对新婚夫妇在冲绳蜜月旅行 其间丈夫因公务先行离开 但丈夫离开后不久 妻子便意外死亡 死因为即兴心肌梗塞 值得注意的是 死者和他的新婚丈夫 仅认识六天便结婚了 很显然 死者的丈夫嫌疑很大 公腾丽佐子 1953年出生 当时33岁 是东京都池袋一家俱乐部的女招待 丽佐子活泼可爱 对客户亲切坦诚 因此很多顾客对他十分信任 1985年11月10日 丽佐子遇到了47岁的神古丽 两人一见钟情 仅一周时间 神古丽就向丽佐子求婚 期间神古丽还为丽佐子购买了大量礼物 开心的丽佐子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到 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 等待了这么多年 终于遇到了神古丽 两人闪婚后 丽佐子就跟随神古丽 前往大阪生活 1986年4月初 神古丽告诉丽佐子 他预定了蜜月度假 时间在下个月 丽佐子听后十分兴奋 他更加确信自己没有选错人 1986年5月19日 两人乘坐飞机 从大阪前往冲神县纳坝市 为了让丽佐子玩得开心 神古丽还邀请了他在东京的三个好友 第二天 也就是5月20日 丽佐子的三个朋友到齐了 5人预定了当天中午12点 前往石原岛的飞机 但在上午11点40分左右 神古丽突然告诉丽佐子他们 公司有急事找他 他需要马上回去处理一下 处理完事情 他会第一时间赶回来 和丽佐子会合 丽佐子没有其他选择 于是他决定先和朋友 按照计划前往石原岛 两人在机场做了短暂的告别 就分别登上了不同的飞机 随后丽佐子和他三个朋友 按照计划抵达了石原岛 下午1点左右 三人入住酒店 但在下午1点30分 四人外出准备就餐时 丽佐子突然病倒了 他开始大汗淋漓 浑身发冷 手脚渐渐失去知觉 三个朋友立即拨打了110急救电话 随后丽佐子被送往八重山医院 不过在前往医院的途中 丽佐子的病情迅速恶化 并出现了心肺停止 到达医院后 虽然进行了强化治疗 但他还是在下午3点04分 被宣布死亡 死因不明 但是当天 为丽佐子治疗的主治医生认为 病人并不像是简单的病死 于是他拨打了警方的电话 并向警方报告了这一件事 丽佐子被确定死亡以后 他的三位朋友 打电话告诉他的丈夫 沈古力 当天傍晚沈古力匆忙的来到石原岛 当他跨进八重山医院后 警方告诉他 死者需要接受司法解剖 来进一步确定死因 尽管沈古力十分不情愿 但最终他同意了尸检 负责尸检的大野药籍 是琉球大学医学部助教 他解剖尸体后发现 丽佐子的死因为急性心肌梗塞 不过他发现死者的心脏部分 有冲血的情况 此外通过死者 三位朋友的描述 当天死者 并没有明显的异常状况 大野助教觉得死因存疑 于是他保留了死者 三十毫升的心脏血液 也就是这一举动 成了日后 解答丽佐子 真正死因的关键 之后 丽佐子的三位朋友 返回东京 同时 他们对沈古力 也开始怀疑 因为从沈古力得知 丽佐子死因的反应 以及他看到丽佐子 尸体时露出的伤心的表情 都让人感觉哪里不对 另外 丽佐子的朋友们也回想起 当天沈古力和他们在机场分开时 沈古力给丽佐子 服用了某种胶囊 于是三人来到池袋警察署 向警方详细说明了这些情况 通过调查警方得知 死者丽佐子和丈夫沈古力 相遇六天 沈古力就向他求婚 并送了大量礼物给丽佐子 另外警方还查到 沈古力曾告诉丽佐子 他的工作是公认会计师 但事实上 沈古力的名字 并未被列入会计师名部内 最令人奇怪的是 丽佐子生前被投保 而且投保总金额 高达1亿8500万日元 保险费每月为18万日元 此外 这些保险都是丽佐子 去世前20天才投保的 也就是说 保费只付过一次 并且在丽佐子去世后 沈古力就开始向保险公司索赔 不过保险公司丽佐子 违反保险条款 扣留了保险索赔的付款 理由是丽佐子 曾因精神系统疾病 入院治疗 但在签署保单时 没有明确告知这一点 1986年11月 沈古力向保险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索赔 为了给保险公司施压 沈古力向媒体展示了自己准备的保险手记 同年12月底 东京地方裁判所一审裁定 沈古力没有违反保险条例 沈古力胜诉 就在沈古力胜诉的同时 丽佐子的三位朋友 也开始向大众媒体和报纸呼吁 对沈古力的指控 其中日刊体育和福克斯 对此案相当感兴趣 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由于媒体的介入 让沈佐子意外死亡事件被曝光 据当时媒体的报道 在沈佐子的葬礼上 并没有出现任何和沈古力相关的人 也就是说 葬礼上没有任何人认识沈古力 此外沈古力的鲜花公司也是虚构的 警方还发现 沈古力在与沈佐子结婚之前 曾经有过两段婚姻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 与沈古力结婚的两个女人都已经死了 也就是说 嫁给沈古力的女人 包括丽佐子在内全部死亡 这是非比寻常的情况 就当警方准备深入调查时 沈古力保险金二审开始了 但此时事情发生了变化 对丽佐子进行尸检的大野助教 对死者血液进行检查时发现 丽佐子的血液存在某种毒物 也就是说他可能并非是意外死亡 也是在这个时候 沈古力撤回了对保险公司的民事诉讼 沈古力的撤诉更加验证了警方和大野教授的猜想 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丽佐子事件被搁置 1991年 据丽佐子去世已经过去五年 在这期间 大野助教在不断地研究 丽佐子血液中的有毒物质 同年6月9日 警示厅在一起挪用公款案中 逮捕了沈古力 也是在这个时候 大野助教终于研究出了 丽佐子的真正死因 是乌头碱中毒 乌头碱是常用中药 乌头中含有的一种化学物质 具有强烈毒性 狗服0.2毫克左右 既能使人中毒 3-5毫升即可致死 丽佐子的情况和乌头碱中毒症状相符 至此警示厅终于确定五年前 丽佐子的离世 是沈古力为了骗取保险金 而进行了谋杀犯罪 警示厅以谋杀和欺诈未随罪 再次逮捕了沈古力 之后警方调查发现 1986年也就是案发前 大阪的一家花店 曾向沈古力出售过69盆乌头碱 此外当时沈古力 所租公寓的房东也回想起 有几个月的水费和电费都异常的高 对此警方调查了当时沈古力租住的公寓 并在塔塔米上检测到了乌头碱的残留 另外警方在对附近居民走访中得知 曾有渔民向沈古力出售过一千多条鱼 后经证实这一千多条鱼是河豚 河豚是一种名贵的高档水产品 其肉味鲜美 营养丰富 被誉为菜肴之冠 但是他的卵巢 肝脏 肾脏 眼睛和血液中含有剧毒 如果处理不当或务实 轻者中毒 重者丧命 随后东京警事厅在东北大学的帮助下 对存放在琉球大学的利佐子的血液 进行了再一次检测 这次在血液中发现了另一种毒素 河豚毒 随后针对沈古力的审讯就开始了 在审判过程中 检方律师指出 沈古力大量购买乌头和河豚 目的是使用毒药杀死利佐子 以此达到他意外死亡的假象 但沈古力却解释到 乌头是用来观赏的 购买河豚是为了开办一家食品公司 他否认了检方的指控 沈古力还指出 乌头检有立根建议的效果 他是不可能杀死利佐子的 因为妻子在出事前自己不在他身边 事发当天两人于11点40分左右 在机场分开 利佐子在下午到达酒店后 1点30分左右开始发病 这期间有将近两个小时 的确沈古力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但利佐子的朋友指出 在利佐子和沈古力分开时 利佐子曾吃下沈古力给的胶囊 乌头检可以藏在胶囊内 因为有胶囊的存在 乌头检会延迟发作 但经千叶大学实验证实 即使胶囊的含量增加到三倍 乌头检的毒素也只会被延迟5到10分钟 至此审判陷入僵局 如果利佐子确实死于乌头检中毒 反倒证明沈古力没有任何嫌疑 因为他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但很快这个不在场证明 就被大野助教给打破了 他指出 沈古力为什么会购买两种含有剧毒的物品 也就是说其中含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随着大野助教的深入研究 终于揭开了事件的真相 两种毒物分开服用 确实有立竿见义的效果 但如果同时服用 就会出现互相解抗作用 毒性会相互抵消 也就是无毒症状 不过一旦河豚毒素 被消耗光了 乌头检的毒性 便会马上释放 换句话说 就是在两小时以后 立竿自体内的河豚毒素 才被消耗完 当体内只剩下乌头检时 毒性开始发作 沈古力就是利用两种毒性的 结抗作用 制造了不在场证明 此外 检方还对沈古力的另外两次婚姻 提出怀疑 第一次婚姻是在1965年 结婚后不久 沈古力就出轨了 1981年 沈古力的第一任妻子 山下公子死于心肌梗塞 不过当时并未参加保险 在妻子公子去世后不久 沈古力就和出轨对象 山田在一起了 两人在第二年结婚 当时沈古力以自己为受益人 为山田投保了 一千万日元的保险 1985年 山田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 沈古得到了 一千万日元的保险金 沈古力1939年 出生于日本工程县仙台市 上面还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哥哥 他的父亲是东北大学的教授 母亲是家庭主妇 可以看出 沈古力从小是在一个相对富裕的中产家庭中长大的 不过在沈古力上小学三年级时 父亲由于校内斗争 被关了起来 于是一家人的生活陷入贫困 之后母亲一边工作 一边抚养着沈古力 但由于压力太大 母亲出轨了一个比他小六岁的男子 然而母亲的情人只是和他玩玩而已 伤心的母亲 失落地回到家中 并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陷入沉睡 沈古力以为母亲只是睡着了 她拿着沾油水的棉球 擦拭了母亲的嘴唇 并希望母亲能醒来 这时哥哥从东京回来了 直到此时 沈古力才知道母亲自杀了 而母亲自杀的原因 是因为情人的背叛 沈古力十分愤怒 之后沈古力一边上学 一边在县城的工厂打工 16岁时 沈古力考入仙台高等专门学校 但在19岁毕业时 未能通过东北大学考试 于是他来到东京池袋 并在一家书店工作 21岁时 他加入了一家音频设备制造公司 三年后公司破产 于是沈古力来到大阪 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任妻子 山下公子 之后就是沈古力的三段婚姻 其子无一例外 全部死于急性心肌梗塞 1986年12月 力佐子去世四个月后 沈古力加入了大阪的一家自行车零件公司 1990年 他离开了这家公司 1991年6月 沈古力因涉嫌在任职期间挪用公款被捕 1994年 东京地方裁判所 判处沈古力终身监禁 沈古力提出上诉 但被东京高等裁判所驳回 直到2000年2月21日 最终确认了沈古力的终身监禁 2012年11月 沈古力在大阪医疗行务所因病去世 当时73岁 据沈古力自述 为了研制毒药 花费了多年时间 利用大学实验室的实验设备对小白鼠进行实验 其间甚至租用过一套公寓专门用于实验 可以说沈古力是个犯罪天才 不过她的努力走错了方向 在当时的庭审中 沈古力曾向自己的哥哥求助 但哥哥拒绝了她 理由是我不相信你 我更相信媒体的报道 而对利佐子案件其关键作用的大野药集助教 在成功破解沈古力时间插杀人事件后 被调到东京医科大学并成为教授 大野药集于2019年3月退休